春晚舞台上,演员们都打起12分精神,努力让自己能状态最佳,给大家呈现出最精彩节目来。 那么,演员们在后台又会干什么呢? 在演出前,佟丽娅晒出了她与杜江月云鹏的合影,并且调侃道,杜江闭着眼睛和月月的眼睛,差不多是怎么回事? 而杜江情商很高的回复车,哇,牛眼瞪起来,如果不是因为有月云鹏的加盟,单看佟丽娅和杜江的互动,我真心的觉得,杜江之所以能上春晚,是因为她眼睛大,可以成为春晚的牛眼担当。 李沁在春晚后台,一直很忙,忙着拍自拍,忙着和小伙伴们自拍,其中,李沁扬密同框的画面,看着太棒了,两位美人惊喜同框,成功再现了燃烧的雪花之美。 很喜欢爱自拍的李沁,因为李沁自拍拍得多,我们的眼福也跟着多,李一峰李线朱一龙的同框,成功帅到我了,帅哥同框的美好场面,希望时时都能看到。 张子霖在春晚后台紧张的准备表演的同时,还晒出了她的韵度,又鲜又美,气质高贵,如果不是张子霖亲自盖章,很难想象,她是一位怀孕六个月的孕妈。 原来本届春晚上,不止胡兴儿一位孕妈,还有张子霖,胡兴儿和张子霖这两位自信美丽的孕妈,也为春晚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张子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还谈到了自己与女儿相处的日常。 张子霖对媒体表示,自己喜欢培养女儿的各种特质,她的女儿现在不仅学芭蕾舞,还很喜欢打篮球。 舞台上演员们光鲜亮丽,状态良好,而在后台,演员们也有很多精彩故事。 一台好的晚会,需要演员们的努力与付出,向所有为晚会付出的人们,道一声,辛苦了。